我是游泳运动员李宾杰 今年21岁 我的主项是400米800米1500米自由泳 项目有点多 如果是一个项目的话 其实拼好自己就可以 但是毕竟是400米800米1500米的冠军 在大家的眼里 我是中团距离的一个代表 所以对我来说压力比较大 其实我进队之前 我是练羊泳的 我是练100 200养的 但是后来有一次打标赛 当时我是冲着100养的标去的 但是我没有打 我打了400和800米的标 从此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是真的长距离太痛苦了 倒边那一刻 当时我看到三个灯 我说难道我是第三名 然后回头一看 真的是感觉都热血沸腾了 现在看感觉很怪物吧 年纪小的话拿到这些成绩 其实不容易 其实就从17年全约会之后 一直到20年 状态都一直不是很好 三年多的时间 看着自己每次的成绩逐渐下滑 其实已经对自己的目标没有那么明确了 我觉得承受最多的应该就是别人的质疑 17年世纪赛 我记得我还是有一条热搜 是上了第一名 是李云杰800摘银 然后到了19年的时候 就变成了李云杰第九无缘决赛 所以当时对我打击很大 没有想到我不会进决赛 就是因为这个打击 所以让我在19年底到20年 现在就变得更迷茫了 非常痛苦 现在 就是都不太敢回想当时自己的一些感受 其实到20年底的时候 我就已经感觉从思想上是走出这个地固了 因为当时有了很明确的目标 我还要游到我以前的成绩甚至更好 因为我是那种比较要强的运动员 其实是听不了别人说我不好的那种 就当时因为我们教练 基本上每天都在刺激我 说你要是这样的话 你还是回去上学的了 我记得他当时天天都在说这句话 所以我就 我不行 你这么说我绝对不能回去上学 我绝对要再游出来给你看 现在回头看的话 让我坚定了一句话 就是 只要不放弃 结果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世界纪录 世界纪录要诞生了 中国队拿到了冠军 当时在奥运游赛场 我觉得我只 只想证明我自己 这也算是给了我在长池中 不是说打破吧 去触摸到这个世界纪录 给了我更多的信心 游完这个成绩之后 其实自己是非常 除了激动一方面 就是感觉非常感慨的那种感觉 因为 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低谷 付出了很多心血吧 然后 达到这个成绩 非常有成就感 莱德基拿到了第一 李冰杰 李冰杰来冲一冲 李冰杰现在还处在第二 李冰杰 最后的刀鞭 漂亮 我想突破自己 其实是一方面 因为我比较佩服莱德基 所以我想成为像他一样的运动员 因为他不就是从200 一直到1500 都是很强的吗 所以我想像他一样 压运目标还是突破自己 突破自己最好的成绩 然后 还是希望能打破亚洲际路的 四行要求李冰杰 加油 你是最棒的 我是中国游泳队队员李冰杰 竹梦杭州 我准备好了